听说呢 今天来的很多朋友 就是金某哥长大 金某哥长大来给我的声音 这位兄弟我们两个差不多吧 大家都这么熟了 会唱的可以跟我一起唱吗 好 人天机这么久没在国内开演唱会 今天在澳门重出江湖 其实今天蛮开心的 因为我最近在拍戏 然后一直没有去演唱会的巡回计划 只是澳门银河一直邀约我 我不知道一直在拒绝 那我就说如果说是今天我刚好拍戏 这上部戏拍完跟下部戏要开的空档 我可以进行演唱会 我的样子可以稍微像个歌手 因为之前演一个社团的保镖 我的胡子然后我的头发我的眼神 都是那种看起来凶巴巴的 自己唱演唱会会怪怪的 所以今天还要调整一下心情 在我接下一部戏之前可以回到歌手的身份 不止演唱会 连综艺节目小齐都甚少参加 不过早前就为了小燕姐飞去台湾 突然间接到小燕姐 邀请我上她的音乐节目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可是小燕姐一直对我那么好 所以大姐一开口我一定要努力 使命必达 所以我就回去了 还好跟剧主请假的时候 我说我可不可以把样子稍微改一下 我胡子再短一点点 然后头发稍微打理一下 比较看起来不像坏人 提到好友李晨在分冰冰36岁生日派对上求婚成功 小齐有没有去祝贺他们啊 其实我有点后知后觉 我本来一开始只是想说祝冰冰生日快乐 因为这两天我在忙着彩排在澳门 突然间看到很多人留言 我想说感觉不像只有祝福生日快乐 仔细再看一看 我们李晨应该有所表示 我觉得我很开心 因为两个都是好朋友 李晨跟我是同一个车队的 然后李晨这个人的努力又上进又拼命 又有责任心 所以冰冰交给他我们也蛮放心的 然后而且真的是郎才女貌啊 花好月圆 祝福他们能这么甜甜蜜蜜 牵手走一生